欢迎继续收看 在本期的郁文厨房栏目中 我们来看一道既好看又好吃的冬瓜虾滑的做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郁文厨房 我是孙玉文 现在是冬瓜盛产的季节 冬瓜富含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道的健康 是减肥的盛品 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一般是用于煲汤 但除了做汤品之外 还适合什么样的料理呢 其实冬瓜和虾子是最佳的拍档 冬瓜清爽易消化 虾子营养又好吃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道虾滑酿冬瓜 主食材 鲜虾仁一磅 冬瓜 副食材 小米椒 枸杞 蛋清一个 葱 姜 淀粉 白胡椒粉 盐 鸡粉 料酒 香油 酱油 把冬瓜去皮 切成大块 然后立起来 切成大薄片 大小适中 方便后面卷起来 装馅 切好后放入盆中 撒入盐 搓揉均匀 放一边腌制备用 把鲜虾剁碎 剁得越碎越好 一直剁成泥状 带有点粘性 盛入盆中 枸杞泡水备用 把葱姜 泡少许的水 加以搓揉 制作出葱姜水 倒入两勺的葱姜水 入虾溶碗中 加入蛋清 料酒 白胡椒粉 盐 淀粉 用筷子朝一个方向 搅拌到虾溶上径 成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把腌好的冬瓜片拿出来 挤去水分 放入盘中 拿一片冬瓜 卷成漏斗状 用勺子把虾滑放入 整理一下 放上一颗小米胶圈 一粒水泡发的枸杞 放到盘子里 放整齐 将虾滑酿冬瓜 放入蒸锅 大火蒸7-10分钟 蒸好后 把盘子里蒸出的水 倒入锅中煮开 加入水淀粉勾芡 最后加入葱 把勾芡汁 倒在蒸好的虾滑酿冬瓜上 就完成了 这道晶莹剔透的虾滑酿冬瓜 不仅颜色清新靓丽 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我也来试吃看看 真的是非常的爽口 冬瓜细嫩 入口即化 配上Q弹鲜美的虾子 做法简单 但样式豪华 您也来试试看 感谢观看